情風 鎮住邪惡淚 大刀 拼盡無理事 逢星期四晚九點半 現代銅合轉 客家佬 閹雞 四海 啤梨 突然間很睏 這一節是沒有影片的 這一節不妨說說2月28號 新冬 我不記得是節目的說了 還是我們吃飯的說 我都很混亂 今天第一天在大埔小營街站 有甚麼感覺 夏家佬 你說 感覺比我預料當中 人們的反應是比較正面 比我預料當中 過來挑機的相對少了 可能答有 接全單呢 全單 全單 接得多不多人接 都可以的 有沒有被人罵暴徒 誰夠膽 你這樣扔我嗎 有 都有 有說扔甚麼磚 但還是少 還是少 給我自己 因為始終我們幫人選 我們不會吊賊他 吊你老母 神經病 梁天琦 被人拘捕了 才有人扔磚 這樣說也不對 應該說 人家第一次打你 你不扔還拖 說實話 沒有人跟我說 我一定還拖 不是說 實屌實還拖 我不會像阿雞肉 有人挑機他 我離我 我離我 20隻 有個年輕人 被一個女人 走過去挑機 他挑完機 停了兩會 又走了 也沒有時間去支援他 也沒有去追擊他 如果我老虎 我老虎 在不跟我四年前 幫人力 那時候 多謝 多謝 我一定不會 你今天的反應 小型反應 因為我們沒有制服 沒有旗翻 什麼都沒有 台也沒有 你覺得反應 給當日 和人力 最初選時的反應是怎樣 相對 反而進步了 反而進步了 比我們初期 為人力 為人力 沒有 毋敏後期 之前 如果以我分的話 我覺得 今天 我第一次幫梁天琦 我覺得 是OK的 特別年輕 特別強調 因為她說 年輕的那些小朋友 有沒有投票權 你不要理他 起碼他覺得 努力 接你 和你打氣 是多了 我知道我自己眼見是多 特別年輕的那些 甚至那些師奶 有些我給他 他也不會怎麼抗拒 他不會說 就是藐視那些 你知道 那些師奶還喜歡看 CTVB的 是 是 其實總括來說 今天 在大埔 做了兩個街站 一個就是在新街市 一個就是在大中 然後 麥當勞 總站那裡 我覺得 OK的 特別 特別在大埔中心那邊 相對 給新街市 我自己感覺 是更加正面的 OK 我們回覆一下網友 麥當勞 他說幾位大叔今晚很正義 喂 你說幾話少冷心一點 你最多能夠說三位大叔 和一啤梨哥 什麼幾位大叔 你說幾位大叔 你說幾位 我自己有一眼之圓 看到楊鑊喬 是 他在大埔 街市出現 和小販 整個大埔市區 和見過在電視論證 在LOW那裡 我覺得OK的 在我們眼光 叫後山一山幾歲 但問題我都是講來講 那句 公民黨 我在楊鑊喬 他自己本身的帽子 都說 OK 除非你退膽保平 大家很明白一件事嗎 大哥 為何會有這個新冬普選 你湯家驊 從頭到尾 我不知道你公民黨搞哪一波 你們跟正我 如果我錯 湯家驊在2012年選立法會的時候 2012年 是不是那時候和公民黨 都時有嚴規 已經 其實那時候已經是 我記憶之中 為何那時候 你還要揹著公民黨的名字 為何一個就肯揹著公民黨 一個就比 公民黨 你的主席 你那個黨團的人 你對這樣的人 外面招風招雨 影響你公民黨 你第一時間 踢他走 現在是最離譜的一件事 你說到 那些恐嚇聲 所以 基這個因素 總之 你是楊岳橋 揹著公民黨 這個因為補選 我覺得你公民黨 應該要自己自收 是一個蒙羞 你沒理由 去找一個小孩出來選 所以我絕對 不會支持你公民黨 楊岳橋 除非 你楊岳橋 是一個素人 我會支持 因為我根據你的表現 在大埔給我所見的印象 我會選你 臭羊岳橋 你依然在公民黨 絕對不會投你臭 我現在都不會說 當然 我現在更加有一個很明確的 經過旺角之後 我對本前這個小孩 梁天琦 我現在更加全力支持 我會 你覺得他正式論述 各樣的事情 譬如他不支持 全民推補 很適合你的口味嗎 你說誰 梁天琦 梁天琦 其實現在這個時刻 有些政綱上有些不同 我覺得是小問題 你支持他 為何你會覺得是初二件事 其實最主要是最大的問題 你本前 你六號梁天琦 做這些反共產黨 反梁振英的事 為香港人爭取真正公義的同事 他們言出必行 他們說一套做一套 好了 當今時今日 被全世界的人 搶馬他們 說他們是暴徒 正正在這個時刻 我們更加要支持他們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分水嶺 我們支持梁天琦一票 正正對梁正英說 筆字 即是說 我不會說 我不會信你這個梁正英的特稅政府 你們說他是暴徒嗎 好 我正正 假如六號梁天琦 有五萬票 有六萬票 有很多萬票 看你這個梁正英這樣回應 我覺得這個是指標 是個小年 四個呢 沒有年初一件事 肯定會投給七號 有年初一 一定要投給梁天琦 第一 還個公道給這個年輕人 因為他真的衝出來去做 做給你看 第二個 今天立法會 你多一個楊岳橋 多一個私私文文的人 但是你多一個梁天琦 黃毓民就多個伴侶和他一起去衝 起碼比黃毓民快 這個議會大家先好看 黃毓民對於他自己的九秒九 和跳上張桌子是很驕傲的 毓民 一講就喝一口嘴笑 他真的很驕傲 你也買梁天琦跑得比毓民快 不好意思我也是這樣說 是多過人過人一點 那你6號贏了嗎 人家的勢都是7號的 一是3號的 你今天說現在看勢 誰高一點誰高一點 我覺得一天還沒跑 還沒過終點 當一下還沒過終點 誰說不上的 老實說 當然現在在臉上看 你有整個黨在裡面back up 那當然7號就強一點了 但是問題在哪裡呢 我經常都這麼說 因為現在剩下那幾個月 大家不要用恐嚇 恐嚇也是很容易解釋的 一會兒阿閹雞可以說的 根本是過不了的 你就讓學生去試一下 還有 梁天琦大家看整個選舉過程 是不是受盡政府打壓 越有被人打壓 我們真的要站在那裡 你back up 回去 就清清楚了告訴政府 你這樣做是不對的 如果不是 這個9月的選舉 他又用回這招 這樣大家其他那些 今天在罵梁天琦那些人 都沒有機會中的 當我們這個最大的敵人 共產黨最大的敵人 梁振英 他全面圍繞本錢 圍繞6號梁天琦的 我們更加要支持這個年輕人 為什麼 由一開始我就支持他 又拿提名 你不覺得他們本前的論述 很生結嗎 或者未必適合我們 口的嗎 現在的議會是需要一些年輕人的 嗯 還有最主要就是 好像加哥說的 就是要跟這個政府表態 是一個嚴重的表態 論述已經不要緊了 我也覺得你剩下半年時間 如果這半年你做到你的論述的事情 大家就不要玩了 沒有半年了 正式真的做了一個議會表演 只有幾個月而已 只有三個月而已 是啊 如果沒有初二那件事 真的還有時間給我思考 但是基本上 我就是完全明白 現在那些很慾謹 要我們投7號那班人的票 因為我也是想著 是基於那十八對十七的原因 我是投給7號的 OK 但是經過那晚的事 我是要給一個說法 梁天琦 就是忠然 他已經在有一些比較大的大型的衝突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被人逮捕了 他不理不然的話 他直接有去參與那些大型的衝突 但是本土民主前線 他們自己是說義務制補 無論你同意好 不同意也好 結果當晚 他們的確不是全部 可能有部分人 帶來參與 做了給你看 他是有說 說得出做得到 第二他年輕 我認為我的議會需要改變 這個議會需要改變 就不是因為一定是否年輕 當然年輕比較好 你如果能夠帶來改變 就算他今年七十歲進去的 我都會去考慮他的 多一個楊岳橋 他究竟會不會能夠令到我們多一點改變 我不是說他 我可以說他 但是楊岳橋到今時今日 連勇躍積極發言 還是拉布這兩個字 他都要很慎慎很小心 因為他還要去Price 他要去Price那些所謂和理非非 那些對拉布好反感的人 在這個點底下 我這張票是沒得選擇的 我一定是要投給梁天琦 何況除了共產黨打壓之下 當我見到我的老友記 Most of them 又不是全部的 他們是用一些抹黑的手法 來叫我們投票給七號 以我的半逆性格 我一定會投票六號 而且即使我沒有時間也好 我亦都會在Facebook面書 或者我僅餘的時間 我是盡量的全力 將所有票投給你六號 楊天琦 楊天琦 如果真是益了周浩鼎 就益了周浩鼎 他真的修改議事規則是怎樣的 第一就是很難的 第二就是修改 然後就承世了 看看意氣之爭 我是意氣之爭 我承世人就是率性而為的 如果不是 你看我現在 沒有100億都有50億身家 我現在連50萬身家都沒有 我就是率性而為 我盡量是根據我的意旨去做事的 我還要跟很多律師說 我不說何君堯 我只是想跟特別是跟 我如果在泛民來說 即是隔眼 其實都是隔眼的 在泛民來說 我還有少許尊重的 黨 其實都是很少的 公民黨 那幫大床說 我想跟你們一幫 懂法律的人士說 當年我明白 你們當日讀法律 你如果跟我們說 你是想維繫正義的 我是不會絕對相信 但你跟我說 你說我們純粹是為了賺錢 不是興趣的 我也不會絕對相信 我也相信你在讀法律的時候 或者去選擇這一科之前 每一個人在幻想自己 你都希望自己能夠仗義執 言刊偉法律 楊岳橋 在初二事件裡面 他就正正顯現了 他作為一個法律工作者 的尊嚴 我們香港是需要這些人 我是給他這麼大的 不過今次 很遺憾 我更加要給一些 令到我覺得他可能會帶來改變 即使改變可能是更糟糕 更加要迫我們走上街頭 也好 我是要投你一票的 另外我終於忌起 有人說 既然他善於街頭 就留在街頭 你為何不要搞意會 我看你老母 你有沒有老 含家產你有沒有老 你一個二個含家產 說這句話的 是不是有老的人 傑斯 嬌仔 你們是不是有老的 我還是看他們節目的粉絲 如果這個邏輯成立 你這個邏輯成立 你這個邏輯成立 為何長毛會在議會 就是 因為是唐棺材 又是說你們的托派 暴力抗爭者 他是贊成 抗爭者加入議會的敵對陣營 他是贊成的 因為他認為議會才是一個舞台 才是改變 不是 是你把你的論述 你想想他現在香港的情況 除非你繼續 你贊成梁天琦 你繼續在街頭說真 繼續打架 否則 他們的聲音 出來了嗎 民心 你過去有誰認識梁天琦 有誰認識本土民主前線 就是 但是入到議會 你不要說他有沒有打出一拳 他的論述 是迫著要播出 因為有逐字 幾多年你可以說要繼續去搞 我是需要帶來改變的人 我就算真的去到17-18 周浩鼎改了議線規則 大家含糟糕 就證明我 是不是第一次說 遲死還死 早死後死 你最後退到最後 你們都是要面對政治世界的變化 而在無能為力的時候 難道那時候 恩生說 你才出來回答 那時候出來都還不可以 都還要有飯吃 因為共產黨知道 要給飯吃 所以 我覺得大家 我會尊重 我明白 你們有些人不是那個線價 好像我這樣縮性 我買樓 看也不能看 一次的 是我最重要的 儲了一輩子錢 還要跟別人借錢 第一層樓 為什麼 因為我很睏 結果有幾百萬負資產 我就是這個人 說出來聽 喂 諸葛一身為謹慎 如果當日你在旺角 這樣被人打 你跑掉了 我不會怪你 因為我也可能會走 有人夠膽 那些是勇敢的人 這個世界 從來 從來 是從來 就只能夠屬於肯反抗的人 我們這些 不夠僵反抗的人 或者自己不夠僵反抗 而還要在後面拉三尾的 那些就是我從來講的三個字 死全家 而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不是他們不對民主 是沒有渴望 他們是有的 只不過他們是不經意地 因為他們從來從小到大 看不起你們 其一 他們高高在上 OK 世間上有更加多 很多很多聰明的人 在看歷史上 很多的 但是這一幫人 為什麼會有保守 會有思考呢 不是說他們沒有腦 是他們自己跌入了自己的思維陷政 因為他們害怕改變 而只要再延長一段 假安穩的時間 他們就更加長的時間 是在那裡去 滿足他們 不要說賺錢 那些那麼膚淺的事情 滿足他們 有投入過爭取 來安慰自己 日後對自己人生回望的時候 的一種安慰感 屬在 而創造未來的人 從來在遷搬計劃之後 最後就是要一點火 一點衝動 而我們香港 我認為 我們就需要一點火 需要一點衝動 去燃起 我們還有抗爭的希望 記住 就好像我這一節 我就改了一個 活著就是抗爭 活著就是為了抗爭 而做律師 我差點講完 要講完最後一段 在這些時代 如果你真的愛香港 我認為公民黨 是應該要組成 律師團 龐大 甚至乎以百人計的律師團 如果你們要錢 我明白是要錢的 公民黨 我們相信你 你去籌期 我們是捐錢給你 我會幫你解決籌錢 去為 這一班 夠膽說謊的人 去打官司 終然他們犯了法 我又要這樣講 因為我在香港 我尊重法治 犯了法 說完了 就不要現在去放棄他們 造成一個龐大的律師團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支援 而對這個黨又有益處 因為 這個才是不負你們 當日去讀律師 做一個人 你怎麼能夠忍受 我們一班同胞 真是香港一起長大的人 不過我們沒有 郭學聯那麼有錢 沒有李嘉誠那麼有錢 我們是要忍受不公義 要忍受傾斜的政策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權沒有勢 如果你是律師 就只能向有給錢 有權勢之人 就好像 我不要說誰 真的有很多律師都是這樣 去到這個時候 你還覺得自己是律師嗎 是吧 很遺憾 我真的沒有這個律師牌 如果不是 我一定會做這件事 你講真 什麼叫做外向 什麼叫做回饋社會 你真的要自己想想 希望大家2月28號 就投票支持6號 梁基奇 在這段時間裏 留意一下我們的專業 街站的時間 街站時間 我們會去低俗那裏 都可能會放 最主要是啤梨晚寶的專業 群組 我們盡量都會放 有空就來幫忙 有時間 放鬆無謂 就來幫忙 街頭和議會都重要的 我不認為屬於街頭的人 就只是在街頭上 正如我們都會抱怨 為何那些高高在上的立法會議員 一入了立法會議員 一入了立法會議員 他們從來不回街頭 一一樣 是缺一得可的 OK 好 下一集 下星期再說 Hello 大家好 我要看著這張東西來讀 因為鱷魚叫我呼籲大家 趕快上去 Lowjook.com的YouTube頻道 訂閱我們 我當然要訂閱 如果你想要看 原行家產 如果你想要看 錢就未必給我們 尤其是我們節目 基本上是不用錢的 但起碼也要申請我們YouTube 另外 覺得過癮 88萬一個月 這段時間 我們今週的最高支持 希望大家 88萬一個月 無限重溫我們 低毒頻度的所有節目 白話 現代合轉 實在太划 超划 希望大家快點 上去Lowjook.com的YouTube頻道 到新的訂閱 還有上去Lowjook.com 88萬一個月 無限重溫 多謝大家 多謝